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然后重点是放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第二部分是欧洲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数据的存储是安全可靠的 我们有哪些手段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数据在欧洲中间是如何安全地访问的 最后会是一个总结 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是欧洲的一个简介 欧洲这个项目是从Hadoop社区孵化起源的 其实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 因为在2015年那个时候大家发现就是Hadoop 这个HDFS集群它的一个集群的一个Scale的一个扩展的能力 它的瓶颈是在HDFS的NameNode这里 因为HDFS的NameNode它需要将所有的原数据都加载到 这个它的一个脚牙的进程里头堆内存 所以它整个集群能存放的一个原数据量或者一个数据量 它的上限是由这个NameNode它的这个堆内存的这个上限来决定的 就是这是它的一个瓶颈所在的一个地方 同时呢大家在实践中间发现呢 其实大部分的集群 它从这个文件的这个数量上来说 可能大量的都是一些小文件 那小文件对于NameNode的内存 又增加了它这个内存的压力 所以当时社区的人在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呢 就开始着手思考和讨论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几个方向了 那Apache Ozone呢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Ozone呢是希望能从构架上面来解决这个NameNode的这个Scale的这样瓶颈问题 同时也能够解决这个小文件的一个问题 同时在那个时候呢 公有云的一个兴起 公有云带来了 公有云上提供的存储呢 最开始都是这种对象存储 像就是大家熟知的AWS S3这种 那有些客户呢 它有公有云的需求 但是同时它也有这个私有化部署的一个要求 那当时在私有化的部署的场景 尤其大数据场景 它是缺少这样一个对象存储的产品的 这样这是一个空白 所以当时Ozone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呢 也是希望能够填补这个空白 对能够在Hadoop的生态中提供这个对象服务的这样一个能力吧 所以这是Ozone的一个初衷 所以从2015年开始发展 到2020年的时候 就是Ozone从Hadoop社区分离出来 然后孵化成为一个Apache的一个顶级的这样一个存储项目 所以Ozone可以Apache Ozone是可以这样定义 就是它是一个支持兼容S3的这样一个对象服务 同时也能支持Hadoop的文件系统的这样一个防问服务 然后跟Hadoop的整个生态是有一个天然的 比较好的一个亲和性 然后可以安全可靠地来支持就是这种海量的 达到这种百亿级别的这样一个文件 或者一个对象的一个分布式存储 大数据分布式存储 这是Ozone的一个构架 Ozone跟N2DFS一样 它也是一个主从构架 它的原数据节点它有两个 一个叫做 这有那个点吗 有亮点吗 哦 有的 谢谢 它有两个原数据节点 一个叫做Ozone Manager Ozone Manager是管理整个集群的Namespace的 然后第二个原数据节点是Storage Continuum Manager 它是负责数据块的分配 以及下面这些数据节点的管理 这个就是 这三个服务是Ozone最核心的三个服务 然后最右边的叫做Reconsider 是整个集群的是一个Web UI界面 上面会显示众多的这个集群的一些信息 包括存储容量 存储的使用量以及这些文件 或者是对象它的一些分布情况等等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客户端的访问 首先是Ozone的Fire System Connector 这个就是提供兼容这个Hadoop文件系统的一个访问 访问方式 然后第二个呢是命令行 这个主要给到集群的一个系统管理员来用的 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这个命令行的一个功能 下面呢就是S3的网关 对 S3网关它本身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服务 可以根据需要安需来扩展它的一个服务的这个个数 然后通过S3网关来对外提供兼容S3协议的这样一个对象访问服务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是文件访问 通过HTTP来作为文件访问 这个不在这个图上 但是我们现在也支持了 所以就是这边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核心服务 有五个OM是管理Namespace的 然后SEM是管理这个数据节点以及数据 然后DataNode呢就是负责数据的一个存储一个核 以及它会定期向这个SEM来做一个汇报 Recon呢就是个UI 它会展示一些集群的信息 以及最后的是S3网关 是提供兼容S3协议的这个对象访问服务 这里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container container呢在O2里头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 它是一组数据块的集合 也就是说在O2里头把数据块集合成container之后 container的数量是要远远小于数据块的数量的 那在数据节点和SEM之间 心跳之间汇报的 它是汇报的container的一个数据 所以它的这个数据汇报的量 比对比起原来HDFS会就是明显会 就是数量级会少很多 会就是也不会再发生原来的这种 心跳汇报这种阻塞这种分布这种事情 然后这边是O2的主要功能 作为一个分布式存储来说 一个分布式存储主要核心的功能 基本上O2现在已经都实现了 然后我把它分了几类 一个是系统的一个可靠性 主要是原数据节点的那个HA 这个都做了 还有是数据可靠性和安全 这两块呢是我接下来等会 今天会重点介绍的 然后低成本存储这块呢 就是纠山码EC 现在也是支持的 在管理方面呢 我们有支持这个存储配额的一个配置 然后多租户的一个配置 多租户的支持 以及这种集群的均衡器Balancer 访问接口呢 就是有OzoneFS文件系统 然后S3协议 然后有基于HTTP的FS这样子 目前还有开发中的功能是有两个 一个是做磁盘的均衡器 DiskBalancer 还有一个是HBase的支持 就是把HBase的那个 RideHeadLog 写到支持写到Ozone里头 Ozone的最近的一个大的版本的发布 是1.3.0 是在去年的12月发布的 最近的一个大版本是1.4.0 目前的正在发布中 对 可能离正式发布呢 还需要一点时间 对 现在正在进行中 那以上呢 就是Ozone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就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关于数据的一个存储的可靠性 Ozone有哪些措施和手段 对一个存储系统来说 这个数据的存储的可靠性 可以说是整个存储系统的一个基石 是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在Ozone里头呢 我们目前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措施 首先呢是一个多副本 多副本就是你有多个副本 你才能够承受 比如说由于某些意外或者故障 你有一些副本的丢失 但是你的数据还是在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一个网络突破结构 感知的一个副本放置策略 因为在实际的 实际的这种分布式系统中 你会遇到就是各种级别的错误 从比如说磁盘坏道 导致的这个某一个数据读不出来 到这就是小的 然后如果大的话 就比如说你由于一些网络的故障原因 或者是一些供电故障的原因 会导致整个比如说 整个数据中心都不能防问了 所以说我们在副本的复制上 放置策略方面 我们需要能够将副本 尽可能的分散来放开 然后能够做到网络突破的感知 这样可以抵抑多个级别的这种软一届的故障 导致了这个数据无法访问的情况 还有个是就是数据的教验码 就我们不仅要存数据 本身还要存数据教验码 有了数据教验码我们就可以检查出来哪些数据是有损坏的 或被篡改了 然后有了教验码之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数据的定时的巡检 因为 及时地发现这些有问题的数据 然后及时地去修复 对 基本上是 然后我们 接下来就每一个点稍微再展开讲一下 关于多副本的话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持的是三副本和一副本 因为这个呢是因为我们下面写数据是用GRAFT的 GRAFT来写的 RAFT保健数据写入的一致性 但是由于RAFT本身的特性呢 所以我们现在支持是一副本跟三副本这两种 我们现在也还不支持就是新的一个定制的策略 但是如果像比如说像两副本这种如果未来有比较强烈的需求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支持的 第二个就是 Josema EC 对EC的话 我们是支持了 有内建的策略支持 内建的呢有两个算法 一个是RS算法 还有一个是XOR算法 除了定制的话呢 除了这个内建的策略支持 我们也支持用户 去定制化自己需要的这个EC的策略 对 然后这个策略的设置 或者这个策略的使用范围 我们也基本上做到了全部的覆盖 一个是你可以设置一个全局的策略 全局的策略 这是个是默认的 然后你可以在同这个级别 设置单独的策略 如果全局策略不符合的话 最细利度的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文件和或者是这个 对象的这个级别 给每一个文件或者对象设置 你自己需要的一个策略 对 这个就是现在 Otom中间这个Josema的一个支持 那Josema它本身就是 以一定的这种计算量为代价 在不降低这个数据存储的 可靠性的同时 可以帮助用户 比较显著地降低你这个存储的成本 OK 然后这个是网络拓铺感知 我们这个设计版的Odo 目前默认支持的是 我们三级的一个网络拓铺结构 就是跟这个跟级别 然后下面就是机架级别 机架下面就是数据节点级别 然后对这个默认的三层网络 TOP结构 我们现在实现的数据 副本的放置策略是这样子的 就原则上就是希望是 一份数据它不同的副本 能够尽可能地分布在 不同的机架下面 这样的话 如果有某个机架 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故障 无法访问的话 你的数据还有副本 在其他机架上可以访问 那这里呢就两种 一种就是三副本的情况 三副本的情况 它的放置策略呢 跟HDFS是相似的 就是我有两个副本 三个副本中两个副本 在同一个机架上面的 不同的数据节点上 然后另外一个副本呢 在另外一个机架的数据节点上 这是三副本的情况 如果是EC的数据的话呢 就是尽可能将 每个副本都放置在不同的机架上面 这里我图例的是一个 三加二的这样一个EC的一个策略 那三加二它会有五个副本 所以我会把这五个副本 全部放置在不同的五个机架上面 对 前提当然是你在这个Owner的集群中间 你配置的网络图部结构 是大于等于五个的 那如果是不买五个的话 我们也有这种向后fallback的机制 对 原则就是尽量把这些副本数 都能够分散开来 那除了默认的三层这个网络图部结构呢 现在大家其实也有需求 就是要比这个层数更多 比如说这边我举例的是一个四层的网络图部结构 它在机架上面会有新的一层叫做机房 对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要支持的话 是需要做一些定制 就是我们有一些接口定义在那里 然后你如果要支持超过三层的网络图部结构 你要去实现 针对这个接口去实现一些新的实现 对 然后包括一个是 你要定制一个网络图部结构的这种schema文件 schema文件就描述你这个图部结构有几层 然后每一层是怎么样子的 它的权重 它的路径权重是多少 类似这些信息 然后把这个新的schema文件设置到 设置到这个schema.fi这个变量里头 然后Odo启动的时候 它就能 它就会去读取你的这个schema文件 你定义的这个网络图部结构 它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其次呢 在这个数据写入的时候 和数据副本复制的时候 它也需要做一个定制化 就是三副本的这个写pipeline和EC的写pipeline 以及这个副本复制 我们叫做replication manager 它也需要感知你的这个网络图部结构的一个变化 它才可以就是说在选择数据节点放数据的时候 能够符合你这个要求 所以这些也需要实现一个新的实现接口 上面就是tope结构 那教验码的话 我们提供两个级别的教验码 一个级别呢 是在数据块级别 我们叫做chunk checksum 它是这个数据块在客户端写入的时候 有客户端来指定我要不要就是计算教验码 然后我们现在支持五种类型 五种类型 然后默认是crc3了 这个教验码会和这个数据一起存到数据节点的磁盘上 是会存下来的 然后第二种呢 是文件级别的教验码 文件级别的教验码是在快级别的教验码 在基础上再通过一定的算法计算出来了 这个文件级别的教验码它现在并不会存 它是实时去算的 它主要是在就是你做集群的数据的 用distcp去做这个备份的时候 你需要就是你比较你的原数据和你最后考的数据是不是一致了 那这个时候它需要去对比两个文件的checksum是不是match 所以它是就是onfly去计算的 然后我们现在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md5md5crc 还有一个是compositecrc 我们默认的是后面这种 然后也建议大家不要 这个就不要去改了 因为后面的这种会比前面的这种兼容性适应性更好一点 然后有了数据的教验码之后 我们就会去定时去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巡检 它巡检有两层 一层我们叫做volume checker 还有一层叫做container scanner volume checker做的事情比较轻量级 它主要我们里头有三种volume 一种叫做data volume 主要就是存在用户的数据 还有那是rocksdb的volume 因为我们的container的有一些原数据是存在rocksdb里头的 然后还有是meta volume 是我们用三副本写数据的时候 我们用那个raft 它会有一些raft的日质 所以这个叫做meta volume 然后volume checker做的是 它比较轻量级 就是它定时会去看看你配置的这个volume 是不是存在的 然后它的权限是不是ok 我是不是可以读和写 或者执行一些东西 对 如果这些检查没过的话 这个volume呢就会被标记成一个 会打上一个就是fail的一个标记 那后续呢它就不会再接受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写入 这是volume checker做的事 还有一个是container scanner 这个container scanner做的事情就比这个前面的volume checker要多得多了 它是会真的去逐个去把这个数据节点上所有的container一个一个轮巡 去看它的数据是不是完整的 然后它也有 它其实也分了两个 一个叫做metadata scanner 因为 右边的是我们 右边的是我们这个container的一个示意图 就每个container它会 也有会自己的原数据 就存rockcb 然后它有自己的数据 数据目录 数据目录之后存的就是数据块 文件 所以它分两个 一个是metadata scanner 还有一个是data scanner metadata scanner它也相对data scanner会轻量级一些 就是它会去看看container这个目录是不是存在 container对应的这个数据块的目录是不是存在 然后container有自己的一个原信息文件叫container文件 这个文件里头的内容对不对 这个文件也有自己的教业码 它的教业码算一下匹不匹配 对 然后这个会定期做一下 每三个小时现在默认 然后还有一个是data scan 这个就比较重了 因为它会去真的会去把所有的数据块都读出来 然后重新去计算一下它的校验值 把这个计算出来的校验值和存储的校验值对比一下 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就可能这个数据块就有损损坏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heavy的操作 所以它我们默认是每一周才做一次 而且我们会有留空 留空的一个配置 这个是可以配的 就是避免说你这个 它占用太多的IO资源 影响就是前端 业务方的这种数据的一个读写 然后如果某一个container 如果它以上的检查有一项是没过的 那它就会被标记成一个就是不健康的状态 这个副本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副本 会标记成 那有了这个scan的一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最后要做的是如果有不健康的副本 我们要做一个修复 这个修复呢它是 这个控制中心呢就是放在原数据节点 SCM这里了 SCM它有一个模块叫做replication manager 它也会去定期去轮寻整个集群中间所有的container 看他们从数据节点上汇报上来的这个副本信息的一个综合 来判断这个container当前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抱歉这个图有一点点那个混了晃错了 对 它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会有这样一个五个结果 一个是underreplicate 就说明你这个副本数不够 比如说本来三副本的你只有两个副本 或者说比如说你EC的 你是需要五个三加二需要五个副本 你现在只有四个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它就需要去调度一个任务去再复制一个副本 或者EC的情况下它需要去调度一个任务去计算 要去数据读出来重新计算一下 得到这样一个数据对 这个就是underreplicate 然后overreplicate就比较好理解 就是我副本数太多了 我本来要三个 我现在有四个或者五个 那我就需要把其中的挑选一些其中的就是比较过时的副本 我给它删掉 还有是missreplicate missreplicate就是跟前面讲的这个网络突破结构相关的 就是如果我的网络突破结构要求你 两个副本在一个机架下一个副本在另外一个机架上 但是你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放置策略 那它就是一个missreplicate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将一个副本做一个迁移 迁移最后使得就是整个数据的三个副本达到这个网络突破结构要求的这样一个分布状况 还有一支unhealthy就是我们前面discscanner如果检查出来 比如说它有checksum不匹配这种就是unhealthy的副本 那unhealthy的副本它其实要做两件事情 一件呢就是我要把这个unhealthy的先删掉 然后另外我还要再去调度一个任务去把它做 再复制一个健康的一个副本出来 对 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所有的副本都是 个数也是对的 然后这个分布也是对的 然后对就是那就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就这样 然后它这个会轮巡 然后每隔轮巡一次完 然后再隔个几分钟 现在是隔个五分钟会再做一次轮巡 所以总体的宗旨就是我们会比较定期的去轮行这些数据 然后依靠这种副本放置策略以及这个教验码 来及时的发现一些数据的一些问题及时修复 对 上面那个上面就是这个数据可靠性方面的一些措施 然后接下来这个第三部分就是数据访问的一个安全性 其实安全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topic 安全总的来说是说你要知道是说 你来请求访问的这个人是谁 他去访问哪些资源 他对那些资源有没有权限 然后我 那这个就是authentication和authorization 还有一个就是audit 就是审计 就是我 我得知道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历史我都 我都要记下来 如果后续有一些什么 这个异常发生我可以追溯对吧 这个就是audit 还有是这个加密 这个呢主要就是有一些数据 可能包含比较敏感的信息 那存到这个集群里头 我需不需要加密 然后防止别人来偷窥偷听或者是什么 对吧 就是加密这块 那认证的话 我们其实 authentic的这个认证方式呢 是跟hadoop是同源的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了很多common这个库 所以我们支持的是simple simple就其实就没什么认证 然后就是cubbles 两种 还有一个是token token 对这个token后面 后面有一页会再展开讲一下 还有 如果是s3接口的话呢 我们也支持s3协议的 它的这个认证的一个方式 授权这块呢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原数据访问的一个授权 和数据访问的授权 原数据呢有这个跟ranger集成的这个访问授权 acl 还有我们实现的native的acl 如果是s3的话呢 s3也有自己的bucket的那个acl的这些policy 对我们也支持 然后数据访问就是block token 审计日志这个就 这个就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直白就不讲了 然后加密的话有两种 一种我们叫做 就是一种就是你数据存进来 这个数据已经就是加密的数据 那我们叫做透明的数据加密 叫transparent data encryption 还有一种就是 我的数据通道的一个加密 就是我数据在传输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加密 免得在网络通道上被人这种叫 就是要窃取了 对吧 后面的话我们会有 有一些重点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是kubus的认证 这个跟hadoop就是同源的 简单来说就是 alum的每个服务之间 包括s3网关或者alum manager 还有或者storage container manager 或者这种数据节点 它们之间互相的认证 都是通过kubus的 你需要定义就是 配置就是kubus 它的这个principle name 以及它的key type是多少 然后客户端的访问呢 就是客户端第一次访问 ozo manager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做kubus认证的 然后kubus认证通过了之后 ozo manager会颁发一个 叫做delegation token的 这个东西返回给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后续呢 就用这个delegation token 来访问ozo manager了 就后续的访问 他就不需要每次 再做kubus认证了 用这个token 就比那个kubus要方便多了 对 这就是一个kubus认证的 一个流程图 然后token token的话这里有 我们里头有三类token 一类叫做delegation token 这个token呢 是由原数据节点 这个om颁发的 就每次客户端第一次去请求 om的那个访问服的时候 他做kubus认证 完了之后 om就会给他颁发一个delegation token 后续客户端都用这个token来访问om了 然后第二类叫做block token 它也是有om办法的 就是客户端去om那边 请求说你给我分配一个新的块 或者我要读一个块的时候 那om就会给他 实际也要做kubus认证 然后完了之后他会给他一个block token 这个block token呢 客户端随后 把这个block token 以及他去发给这个数据节点 对 然后数据节点做认证之后 他会就是看这个 客户端能不能写 或者读这个数据块 对 还有一个是contained token 这个呢是有 STM 原数据节点STM颁发的 他也是颁给客户端的 然后客户端拿了这个contained token之后 去访问数据节点 然后做contained相关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contained的一些删除 或者一些状态的改变 或者是一些 获取它的一些信息 这是三个token 然后认证完了之后 这边就是授权了 授权的话 首先是native的ACL nativeACL我们定义了就是 谁对哪些资源可以进行哪些操作 谁的话就是有四类 一类呢是用户 还有组 还有是所有 所有认证过的用户 以及就是匿名 然后资源的话就是 就是我们里头的这个概念 就是卷 同 然后对象文件 或者是一个前缀 前缀也可以 然后权限的话就是定义了这么多 默认的话 这个ACL检查我们是不打开的 所以就是如果要用这个的话 需要进行这两个的一个 变量的一个配置 然后接下来就是Ranger的一个集成 就是如果对于Ranger已经比较熟悉的用户 可能Ranger集成是更好的 因为它也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界面 来管理这个授权 那这个呢是一个 如果是用集成Ranger来做这个全线管控 它主要流程就是第一步的时候 管理员需要在这个Ranger的 Ranger里边设置一些关于访问的这些策略 先设置好 然后它会有一个Ozone Ranger Plug-in 这个Plug-in是一个架宝 它会运行在Ozone Manager这个进程里头 它会去同步拿这些Policy 然后当用户的请求来的时候 这个Ozone Ranger Plug-in就开始工作 它就会去检查说 你这个请求能不能过 大概的流程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那个UI 就是视力UI 就是你可以在Ranger上面怎么样做一些配置 这个基本它配置的力度 基本上跟那个Native ACL是差不多是一致的 这个就是授权 然后审计日制的话就是 就不讲了 因为当然就比较直白 大家都能理解 然后加密这块的话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就是透明的数据加密 就如果大家对HDFS 或者Hadoop的这个透明数据加密 比较了解的话 那这个就非常好理解 因为它们两者的设计的思念 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叫做 Incryption Zone Incryption Zone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Ozone里头的Incryption Zone呢 目前是指支持是桶 就是你一个桶是你可以设置这个桶 然后这个桶下面的所有数据都是加密的 然后每一个Incryption Zone 会有自己的一个对应的一个主key 叫做Ezkey 然后这个桶下面呢每一个文件或者对象 它自己会有一个 每个会给它分配一个key 叫做Dek Data Encryption Key 对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这个Dek呢它会被这个 Incryption Zone的key做一个加密 然后加密完了之后 它就获得一个叫 Incrypted Data Encryption Key 叫EDEK 然后为了使这个整个透明加密服务 我们还需要一个 还需要一个引入一个新的Service服务 它叫做KMS Key Management Server 或者Service 对 整个就是 它这个KMS就是负责生成和保管这个 Incryption Zone Key 然后同时也负责生成这个Data Encryption Key 对 这个KMS的重要非常重要 然后在这种透明数据加密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读写 数据读写是怎么样子 我们先看写吧 写的话第一步是客户端需要发 是发一个请求给到Ozon Manager 说我要写一个 我要创建一个新文件或者一个新对象 然后Ozon Manager呢 他去检查一下发现 它这个路径呢是包含在一个Bucket下面 而且这个Bucket呢 是Enable了这个加密的 那这个时候呢 Ozon Manager他就会去给这个KMS 这个Service发一个请求说 你给我就是创建一个Key 给这个新的新生成的文件或者对象 然后KMS生成了这个Key之后呢 他要用这个Encryption Zone呢 它的主Key就是Easy Key 对它做一个加密 加密完了之后 把加密后的这个Key返回给Ozon Manager 然后Ozon Manager把这个 这个信息跟其他的信息 作为这个文件或者对象的原数据一起层下来 同时把这些信息返回给客户端 所以Ozon Manager这里他 他看到的是一个加密了的一个文件的Key 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Key是什么 然后客户端拿到了这个加密后的Key之后呢 因为它是加密的他也没法用 所以他需要去再跟KMS做一个通信 希望KMS把这个加密后的这个Key呢 给它解密 返回一个解密的Key 然后他拿到了这个解密的Key之后呢 用这个Key去把要写下去的数据做一个加密 把生成的加密内容写到Ozon的这个集群里头 写到Ozon的数据节点上面 那Ozon的那个词盘上写的就是 记录的就是一个加密后的一个数据 所以即使有人不小心看到了 他也不知道里头是存的是什么 这是写的过程 那读的过程呢就是一个 读的过程也是比较相像的 就是当客户端请求要读的时候 Ozon Manager就会返回它的原数据信息 以及它加密后了的这个Key 然后客户端这时候还是要去请求 KMS去把这个加密后的Key做一个解密 然后解密完了之后 客户端拿到了这个Key之后 把数据从Ozon里头读出来 然后用这个Key把这个读出来的数据做一个解密 这样最终就得到了这个原始的数据 整个流程是这样子的 这边列了一下就是这个数据透明亚密 数据的透明加密在这个Ozon里头和在HDFS里头的一个差异吧 其实还蛮像的 对 就从用户角度看是蛮像的 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incryption zone的一个指定 在Ozon里头我们目前是还是只能支持 就是说我指定一个桶是这样一个加密的区间 而HDFS你是可以指定这个任意的一个目录的 然后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两者 从行为上来看都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每个文件或者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这种加解密的Key 然后对客户端来说都是透明的 然后配置也比较简单 都是配置一个参数就好了 刚才是就是数据写进来就已经是加密的 然后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如果数据传说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这个传输通道是加密的 我这样可以避免我数据 传输的数据在网络上被第三方截获去做些什么事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通道也做一个加密 那在Anon里头呢 我们的通道其实有 我把它分成了四类吧 一类是原数据通道 原数据通道主要就是所有的对 两个原数据节点 Ozon Manager和SCM的访问 这些我们现在目前应用的都是很多部IPC 很多部IPC是由自己的这种通道加密的这样一个实现的 还有一个是数据通道 数据通道主要是客户端和数据节点之间的一个通道 就是读写数据 目前这个通道我们是用GIPC来做的 所以GIPC它其实加密是通过那个enableTOS来做的 还有就是两个HTTP HTTPS的通道 一个是S3网关对外暴露的这个对象访问的这个接口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web UI 它也是HTTP或者HTPS 对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GIPC这块吧 因为GIPC的话 它两端其实是需要非对纯加密 就是它需要供应要死掉以及是证书 那我们呢 其实目前是在我们内部实现了这样一个PKI的一个 一个三个集 三级的一个系统吧 就是在SCM有HA的情况下 我们有三个SCM 那我们就是选了其中的一个 我们把它设定成为叫做primodeSCM 这个SCM会充当这个根CA的一个角色 然后剩下其他两个SCM呢 会是一个子CA的角色 然后除此之外 其他的服务都是在这个三级中间的最下面 就是叶子这一层 那第三层的服务 它们的证书是由第二层的子CA来签发的 而子CA的证书是由第一层的这个根CA来签发的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三级的这样一个体系 然后证书的话 CA的证书我们目前是五年 其他证书有效期是一年 但是这个是可配置的 对 OK 然后我们就最后一部分了 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在数据的可靠性方面 欧动通过这种多副本 网络突破感知的这种副本放置策略 以及这个数据定时的巡检以及修复 使得整个系统可以就是说 能够承受就是多个级别的这种软件故障 而仍然这个可访问可靠 然后在数据安全方面呢 欧动通过用户认证授权 然后审计日志 以及这种透明的数据加解密 以及数据通道的这种加密这种能力 使得数据在整个欧动的系统中间 不会被没授权的用户探听到 或者这种就是sniffer到或者是篡改 这些都能够就是及时的一个发现 这些是一些参考资料包括官网啊 然后我们国内就有一个微信群 叫做all loan技术交流群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就是搜索这个群名 然后来加入我们一起来讨论 对 最后就谢谢大家 好 感谢陈毅老师的精彩分享 给我们分享了 OZONE如何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还有就是访问的安全性 时间关系我们也可以现场 向陈毅老师提一个问题 看有哪一位现场的朋友 可以永远地提问 好 我想请问一下陈老师 其实那个 rbs其实有一些那个rbf的一个机制 它可以就是解决那个Nemnode的一个 单体的一个容量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性能的问题 然后针对那个OZONE 还有那个rbs的一些那个存储的一些 就是什么样的场景可能用OZONE会更好 什么样用Rbs会更好 或者说有些性能方面的一些差异吗 这种类似的一些 对 就我刚刚说就是针对那个Nemnode Scale的问题 其实社区也有不同方向的尝试 像rbf或者vufs也是就是尝试之一嘛 对 rbf现在 我知道其实用的也蛮多的 对 现在也蛮成熟了我感觉 就是很多就是功能修复问题修复都 两者的差异我 rbf它本身也可以scale 就是这个hdfs集群 对 在scale能力上面 我觉得它们两者可能各有千秋吧 但是作为OZONE来说 我们提供 不仅是提供文件系统的一个访问 其实我们还提供就是对象的一个访问 对 在我们现在的客户中间 其实用文件系统和用对象接口的都还挺多的 而且我们的数据是 这两个接口是可以互相互访问的 就是你可以从文件的接口写进来 从对象去消费 或者从对象的接口写进来 从文件这边去消费 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 就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OZONE能适应的长期 就是可能更多一些吧 就是如果你的业务或者客户 也有这种文件 不仅有文件方面的 也有对象方面的这种访问需求的话 可能OZONE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方案 对 嗯 那个性能这块呢 性能这块的话 嗯 差不多 现在对 嗯 嗯 OK 好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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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